今年刚上映的《夺宝奇兵5》命运转盘 估计不少小伙伴都去电影院看过了 和系列的前似不一样 《夺宝奇兵5》的故事也是围绕一件宝物展开的 就是这件被称为命运转盘的安提吉特拉机械 而这件宝物在现实中是真实存在的 目前就收藏在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 这个东西到底有多逆甜 今天我就给你们仔细讲讲 大家好,我是小宁 订阅我的频道,丰富你的精神世界 安提吉特拉机械 这个名字为什么这么拗口呢? 因为考古学家是用发现地来为它命名的 安提吉特拉是希腊南部的一个岛屿 正好位于伯罗奔尼萨半岛和克里特岛中间 为什么要特地讲它的地理位置呢? 我把地图稍微放大一下,大家就明白了 地图放大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是小亚西亚,这里是意大利 乘船往返于小亚西亚和意大利最近的一条线路 就是从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尼萨半岛中间穿行 换言之,安提吉特拉岛乃是意大利和小亚西亚之间航行的必经之地 而这个机械呢,正是从安提吉特拉岛附近的一艘沉船上发现的 那由此我们就可以推断出,这个东西啊 大概率是来自小亚西亚这片区域,准备运到意大利去的 为什么不是从意大利运往小亚西亚呢? 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讲 运载安提吉特拉机械的这个沉船啊,是1900年10月发现的 是一艘罗马蒋帆船,复原之后呢大概长这个样 这样规格的船基本可以确定是罗马官方营造的军舰去开疆拓土用的 经过测定呢,这艘船建造于公元前150到公元前100年之间 而这段时期呢,也正好是罗马共和国向东扩张的时期 时间也对得上 我们一起看一下哈,这是公元前150年的罗马共和国疆域图 可以看出,此时的罗马呀,还没有征服 波罗奔尼萨半岛和小亚西亚这一块呢 这一块啊,此时仍然是希腊人的地盘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50年后 也就是公元前100年罗马共和国的疆域图 你就会发现,此时呢,整个希腊就已经被罗马征服了 希腊本土和小亚西亚基本都是罗马的地盘了 那么,结合这艘船沉没的时间和沉没的地理位置 以及它的规格 我们就能合理推断出,这艘船就是罗马的一艘军舰 在征服了希腊的某个地方之后呢 从那里搜刮了一堆战利品,准备运回意大利 结果呢,却在途中不幸沉没了 之后的考古发现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 考古学家发现,这艘船上装载的绝大部分都是希腊艺术品 以及来自小亚西亚一带的希腊珠邦的货币 所以说考古真的是件很有趣的事,就比如这艘沉船 在无声中向我们讲述了一段罗马对外扩张的历史 从1900年发现安提基特拉沉船之后呢 考古学家就一直不断地从这艘沉船上发现新的东西 基本全都是艺术品 但是1902年5月17日 著名考古学家,也是当时雅典博物馆馆长维拉里奥斯 在检查沉船上打捞上来的物品的时候 突然发现一个齿轮嵌在一块岩石中 就这样,安提基特拉机械在海底沉睡2100多年后 再度重见天日 这个东西是青铜制造的 画风一看就跟船上的其他东西都不一样 所以当时的很多学者都认为 这就是个时代错误 觉得呢,这可能是近现代人 乘船路过这里的时候 不小心掉进去的 正好掉到了这个古代的乘船里 所以呢,被当成了古代的东西 但是随着更进一步的研究啊 考古学家们发现 这个东西确实是属于这个沉船的 并且呢,测定出了它的制造时间 大约是在公元前300至公元前100年间 这就不得了了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哈 这个东西上面不但有刻度 还有齿轮 这一下子就把人类发明金属齿轮的时间 往前推了将近1500年 更恐怖的是啊 后来英国考古学家普莱斯 用CT把这个东西里里外外扫描了一个辫 发现这个机械内部的结构啊 超级复杂,超级精密 密密麻麻的全是齿轮 总共超过了30个 可惜,这个机械在打捞上来的时候啊 就已经碎成三块了 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呢 考古学家绝海底三尺 又找到了三小块 然后呢,就再也找不到了 破损和残缺还是非常严重的 毕竟至少2100多年了嘛 所以它原本到底有多少齿轮 有多复杂 我们谁也不知道 不过呢,英国考古学家普莱斯 利用现代科学外加自己的脑洞 还是复原出了它的结构 大概长这样 真的是超复杂 罗马人特地将这个东西和艺术品 放在一起运回罗马 说明他们很清楚 这个丑丑的东西啊 有着堪比艺术品的价值 那么这个机械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 就让人非常好奇了 在《夺宝奇兵5》里边 编剧脑洞打开 把安提基特拉机械的设计者 设定成了生活在叙拉谷的 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 并且呢 把安提基特拉机械 设定成了一个可以打开时空隧道 让现代人穿越回过去 改变历史的时光隧道测量仪 对此呢 我只能评价 脑洞确实很大 我估计啊 应该是看了2008年7月31日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论文 这篇论文就宣称 安提基特拉机械来自于古代科林斯的殖民地 并可能和阿基米德有关联 确实哈 古罗马政治家西赛罗也在其著作《论共和》中提到过 说阿基米德造过两个天象仪 但问题是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他们和安提基特拉机械有关系 而且看了我们前面的地理位置和时代背景分析就知道 安提基特拉机械是阿基米德制造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为什么呀 因为叙拉谷在这儿就在意大利这个靴子下边 所以从叙拉谷往罗马运货物 这个船再怎么开也不可能经过安提基特拉岛 而且电影里这个城市明明就是塞杰斯塔 导演硬说是叙拉谷 所以说这个电影我们纯粹看个乐呵就行了 千万不要当真 不过呢 这个机械是跟诸多希腊艺术品一起被发现的 而且上面刻了很多希腊语名文 可以肯定它确实是古希腊人的创造 目前主流观点认为这个机械来自希腊的罗德岛 也就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罗德岛具象的所在地 为什么呢 因为罗德岛在当时就以机械工程而闻名 古希腊人不是很擅长雕塑吗 但是我们都知道雕塑是不能动的 然而古希腊诗人品达在去罗德岛旅游一圈之后写了一首诗歌 在这个诗歌里就提到 罗德岛的雕塑和别的地方的雕塑都不一样 因为罗德岛的雕塑是能动的 如果品达描述是真实的 那就说明这个雕塑里面用上了机械装置 而且我们看一下 罗德岛的位置在这里 意大利在这里 从罗德岛到意大利就是要走安提基塔拉岛这个航线的 所以我觉得安提基塔拉机械来自罗德岛 这个推测是目前最合理的 说了这么多 这个神奇的机械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话说这个机械上不是有名文吗 考古学家就发现 这些名文刻的是古希腊人定期举办的著名运动会的名字 有奥林匹克运动会 克林斯地侠运动会 尼米安运动会 西匹安运动会 多多纳运动会 就类似于现代的这个奥运会 亚运会 世界杯之类的 这些名文看似没意义 但是古希腊的这些运动会和现在一样 都是每隔一段时间定期举办的 这就说明 这个东西很有可能跟测定时间有关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夺宝奇兵5的编剧 把它设定成时光隧道测量仪的原因 遗憾的是 关于这个机械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 学术界还没有定论 但是根据我们前面的逻辑推论可以看出来 这个东西大概率是个用来测定时间的机械计算机 而且考古学家发现 这个机械罗盘的外围刻度正好跟古埃及立法天狼周期相吻合 那一圈刻度则与古希腊的黄道周期相吻合 我们知道一个回归年是365.2442天 而天狼周期一年是365天 所以每四年就会有一个润年 润年会多出来一天 也就是一年366天 这样就能补偿每个回归年中多处的四分之一天了 而这个机械的转盘是可以取下来的 每四年把后方转盘往前转回一天 就可以补偿每个回归年中多处的四分之一日 所以种种迹象都表明 这个东西是个与立法时间相关的机械计算机 从这个复原模型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机械应该是有一个手柄的 所以目前主流观点认为 这个机械的使用方式就是通过摇手柄 往里面输入一个日期 然后这台机械就能计算出日月星辰等各种天体 在这个日期里所处的位置 既然能知道各个天体在什么位置 那么日时月时之类的天文现象 什么时候发生也就一目了然了 2010年的时候 一个名叫安德鲁卡罗的软件工程师 用1500个乐高积木做成了一个 安提吉他拉机械的复制品 并且准确预测了2024年4月8日的日时 和我们用现代科学方法预测出来的一模一样 我会把视频链接放在文案里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 既然这个机械有这个作用 那么反过来 当我们有了某一天各个天体在什么位置的计算结果 看到各个天体的位置与数据吻合的时候 就知道 哦 今天是某某某日 再过几天就该开奥运会了 2008年7月31日 自然杂志刊出的一篇论文也认为 安提吉他拉机械里面 还有一个分成四部分的转盘 这个转盘代表的应该就是一个四年的周期 一个部分代表一年 应该就是用来指示古希腊奥运会举办年份的 听我讲了这么多 相信大家也都感受出来了 这个东西简直就是黑科技 时空错位感太严重了 不应该出现在那个时代的 但是呢 翻看古典时代的文献 你就会发现 根据记载啊 除了前面提到过的阿基米格之外 还有好几位当时的数学家 天文学家都制造过类似的机械 我们肯定不能仅凭文字记载 就证明一个东西确实存在过 但是 安提吉他拉机械的发现已经证明了 当时确实存在有这样的机械 那么再服以文字记载 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了 这样精密的机械计算机 在当时或许真的还有许多 也许啊 我们这些傲慢的现代人 真的不应该太低估古代人的智慧